西化改革会不会让越南成为下一个韩国呢? 关于越南的话题一直都是网上讨论的热点 在2020年初,也就是去年,越南执行一套全面西化的政策 彻底要和西方人对接 具体的政策内容包括领导人实行民主差额选举 深化土地私有化改革和经济改革 取消户籍制度、官员财产公事制度 以及允许成立独立工会 以上的改革内容都算不错的政策 至少听起来很不错 因为这些政策和西方国家无限接近 也受到我们巨大的关注 其实更多的关注是来自于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执行的一套政策却是彻彻底底走向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不过我们网上一部分人对于这些还是非常支持越南的 铁定认为越南能够改革成功 当然也让很多越吹们很兴奋 因为又有体裁可以吹嘘越南的优越性了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来看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韩国 问题的核心是越南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我给出的判断是否定的 至于说对不对呢 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我先给出我判断的理由吧 我的依据是这个世界太拥挤了 承载不了太多的发达国家 越南的改革虽好经济势头发展也不赖 但是好的经济势头不可能永久的持续 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嘛 越南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难以卖过的坎 那就是全国性的深度工业化 越南人口虽然接近一亿 人力资源非常充足 但是越南的低水平的工业 无法支撑它走向高端制造业的步伐 要知道当年的韩国是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 还有他们的政府不断的扶植补贴之下 形成今天的国家基础重化工业 这才是韩国走向发达国家行列的基础 可以说韩国是彻底吃到冷战时期的红利 在夹缝中获得了发展机遇 显然今天的越南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首先是越南执行了这一套新的改革制度 必须要拥抱西方彻底开放市场 根据西方自由市场的规则来执行 从而导致越南政府是不能扶持大型的重化工业的 这属于政府强力干涉市场 违反所谓的公平市场的竞争原则 会被西方国家指责和制裁 其次就是最佳的发展时机已过了 要知道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和国家崛起 是有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就是冷战 窗口期一过后来的国家无论再努力 但都是生不逢时到头来还是做无用功啊 还有就是越南的经济总量真的太小了 想赶上韩国太困难了 韩国GDP总量在2020年为1.63万亿美元 而越南GDP总量只有2600多亿美元 韩国的经济总量是越南的5倍多 而越南却是韩国人口的2倍 按照人均计算 越南与韩国也有10倍的经济差距 这几乎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 请不要拿我们中国的发展状态来类比越南 近三四十年来能够取得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 只有我们这一家别无分店 我们从二战之后来看 后进的国家能够挤身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没有几家 只有新加坡韩国和以色列等国 而且这些国家全部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世界那么拥挤 一个萝卜一个坑 越南也是一个不小体量的国家 想要挤身发达国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 更何况越南想要努力融入西方国家阵营 那就不好意思 只能承受美国人的规则以及西方国家的宰割 我们再这样想一想 西方国家会带着越南这一亿人口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吗 就凭西方国家发展的强盗逻辑来看是基本不可能的 越南最终会沦为被西方国家割的韭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个视频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